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范瑞姐的意想事件 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 在这次疫情 现在慢慢的已经 台湾已经趋缓了 但是在疫情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在整个医疗界其实 也起了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 这是来自于成大医院的一位资讯长 他是在成大做资讯方面 以及AI方面的教育的教授 那么从AI人工智慧来看 在这一次疫情当中 其实也帮了大忙 台湾这方面的人才 真是人才积极 那到底是什么忙 AI人工智慧 智慧到底对我们未来医疗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一个 革命性的影响 好我们来今天欢迎我们的 成大医院的资讯长 蒋荣仙 蒋教授 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这个你在医院当资讯长 医院里面的资讯长 通常要成成这个 这个要有一个非常前瞻性的想法 因为未来的这个规划 应该都在你的手中 一般民众来讲 其实他们在医院就医的过程当中 其实可能没有留意到 其实和临床医师的面对面的时候 其实中间都是面对着临床医师 其实还有电脑 那所有的这些 现在医生没有电脑 我跟你讲根本看不了病 是 没错 那我的工作呢 也就是去让临床医师 能够用尽 竭尽全力 让所有的电脑系统呢 能够提供最好的服务 让病患的所有的 在看诊的过程当中呢 所有的资讯都很顺畅 我想像我小时候到医院去看病 还用手写的 手写的病例 大概应该十几二十年前 都还是这样子 确实如此 手写病例 对 然后大家每一个 必须看人家推车推过来 哇一大包一大包的资料 再拿过来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一旦要 换一家医院的话 那是浩大的工程 是确实如此 因为过去的话呢 大部分的手写病例 医生写的字可能很潦草 他们都写怪怪的英文 对对对 那一般来 护理师不见得读得懂 药剂师不见得读得懂 医生开的药 所以呢 现在有了这样子的 整个数位病例之后呢 大部分的医师呢 在撰写病人过程当中 都是面对电脑的 没有错 好 我们今天讲的是 AI人工智慧 有一天会不会 医生开药 根本不需要 他自己开了 电脑就建议他说 这个病人的 生理检验指数 他好像就开什么药 可以给医生进 还是现在已经做到 是 性格来讲 人工智慧 确实对整个医疗产业 起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简单的说起来 过往的 像一般 我们都知道 一般的民众 现在身上都带着 随身带着 传代师的装置 是啊 就记录着许多的生理数据 是啊 那这些数据 其实就传到 医生在看诊时候的 电脑前面了 那过去病患在看病的过程当中 所有过去他曾经就诊的病例的资料 也透过云端 传到了医生的手上 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想象到 在未来的话 医师在看诊的时候 其实可以把过往 所有的这些相似的病例之间去做比较 同时也可以让病患 在跟医生的访谈过程当中 医生可以更深入的了解 这个病患的过去 重点是医生可不可以就直接让 这个机器人或电脑帮他下药 是 这当然是一个 现在目前还有争议性的问题 是有争议 但是技术上做得到吗 目前来讲的话 以AI来做很多的预测 跟预测的判断上面 其实都已经接近临床医师的水准 因为我也问过一个 开飞机的机长 问他说 现在你们自动驾驶 如果不都是用人起飞降落 到底科技上做得到 他说绝对做得到 他说为什么不做 争议性 你们是不是也是会做 但是争议性 对啊 就像现在最有名的达文西的机器人一样 机械手臂 动手术 是动手术的过程当中 其实临床医师呢 他在隔壁这边开刀 那当然相对性的 这个他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需要动手术的范围啊 切除的过程啊等等 他就好像可以想象成 其实整个电脑系统呢 协助了这个机器人 就像在自动导航一样 在体内帮你导航一样 是不是体内导航一样啊 而且你说像达文西这种动手术 你可以一个医生 在台湾 对不对 他可以动一个在非洲的病人的手术 远距的医疗照护 没有差别啊 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嘛 对 你说的是 没错 对 因为达文西当时在发展出来 就是为了美国要应付那个战地前线的士兵 他们要动这些手术所发展出来的嘛 因为不能把医生都一直运到前线 对不对 很多医生他们就透过了这个远端的方法来做 你看这个医学的这个进步 不过我知道说像这个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蒋教授 他的研究里面就是在这次疫情当中 你们用了AI人工智慧 帮助了很多肺炎感染者的X光的叛徒 也就是医生不用 不用每张都给医生看 可以让他们可以让他们做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 好我们比方去照X光 现在已经没有X光 已经不像以前要冲洗了 全部数位化了 对不对 其实一拍下来 那个马上就看到身体的状态了 对不对 好那X光的叛徒变得很重要了 好OK我们休息一下 AI人工智慧怎么样革命性的改变我们的医疗 我们待会见 欢迎你回到范瑞姐的意想世界 AI人工智慧 现在目前已经在医院 在我们医疗系统里面 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蒋荣仙教授 他同时也是陈大医院的资讯长 好我们今天谈到 在我们这次SARS 不是SARS 这个冠状肺炎的这个 这个清洗当中 我们很重要一件事 透过X光片 去看待一个病人 他的肺部的感染 但这件事情已经 可以用AI人工智慧来取代了 那教授 这个大家就问说 这样安全吗 准确吗 到底怎么做到 好的 就我们是知道 这次的新冠肺炎 在全世界各国家 像瘟疫一般的影响 那几十个 或几百个确诊 只是在像台湾 这样子的国家当中 那可以想象得到 当新冠肺炎最严重的时期 大部分的医院 涌入了大量的民众 恐慌的民众 他们会希望知道 他有没有被感染 也许他只是一个轻微的发烧 但是他想知道 他有没有被感染 那遗憾的就是说 他真正要去确诊病患的话 需要透过我们所谓的RT PCR来做检验 就是那个检测 他需要检验 他需要时间 对 那更方便的 非侵入式的 就是直接照了一张X光 判别胸部的影像当中 可以看得到 肺部有没有被感染 那长久以来 X光是很低廉 算是廉价 而且又快速的 一个低线的诊断的 这样子的一个 工具 那对于 像我们可以想见到 未来当大量的民众 当他们很担心的时候 他其实事实上 只要到医院 去做X光检查 那但是各个医院 由于并没有那么这样足够的 放射科的医师来做检验 所以放射科的医师 往往会因为工作很疲惫 然后或者是说 大量的X光拍的过程当中 也许他看到肺部尽润 也许他看到有白花花的 毛玻璃状的感染区 但是他的经验不足的话 这样子对临床来讲的话 有很大的误判的可能性 那X光的照片呢 由于它是一个 固定的一张影像 所以呢 在人工智慧的方式当中 就可以透过学习的方式 来教电脑 怎么样去从X光片 判断出肺部有被感染 同时呢 也把肺部感染的过程当中 去看出来 是不是有可能是新冠肺炎 感染的这样的样态出来 你刚刚说 X光片是一张平面的 对不对 是固定的 对不对 所以出现白花花 因为X光片 对我们来讲都是白花花的 对不对 他就是黑白啊 对不对 没有彩色嘛 对不对 他就黑白 所以电脑会自己去判读 是 他的做法是这样子 你怎么教他呢 过往的话呢 我们用AI的方式呢 可以训练一个识别的模型 那这个模型呢 其实就像是放射科医师的眼睛一样 OK 他特别去把他的肺部感染的病征的区域找出来 OK 那这些区域呢 也就是像我们常在这个提到的肺部的浸润 因为他被发炎 他已经发炎了 所以这些肺部的浸润呢 就可以透过X光片 那由放射科医师去做判读 所以也就是说他可以立刻可以判读的出来 但是由于放射科医师并没有那么样的多的时间去把每一位病患都仔细去阅读 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想到如果可以用AI的方式呢 来协助放射科医师能够更精准 而且更快速的方式去判别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所以你们教他的时候是把一张X光片分成很多很多格 大致上的做法是这样子 就像是我们把放射科医师在眼睛在判读可能的感染的发炎的区域的那些格子状呢 现在让电脑呢 用仔细的方式去阅读那个区域是不是有可能发炎 然后把这样子的样态呢 透过训练的训练的方式呢 可以让电脑去快速的识别出来 现在已经在采用了吗 是我们现在目前呢 这样子的一个测试的方式呢 其实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就已经在成大医院开始在做实用了 所以这次的就是有病人在那个在成大医院就诊的话 就直接可以用这个 对这次新冠肺炎其实让我们对于传统的这个一般的医疗行为上面有做了很大的改变 就如同我们所知道的过去的医院呢 由于病患进了医院的时间呢 非常的短暂 那在例如说在急诊的时候 他可能脑部出血了 那或者是他可能有主动脉玻璃的像这样子这种严重的这种症状的话 那医院呢必须要用最快速的方式去把这样子的病征给找出来 那放射科医师呢因此非常的忙碌 因为第一件事马上开拍片嘛 对拍完片子之后呢必须要立刻去判读 那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见得到一个一般的医院平常每天有数千人刺在就诊的过程当中 那他拍的影片像是太惊人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住院的时候去拍X光片 那个真的就一间一间房间 十几间我看有 真的 而且忙得不得了 穿牛不洗人进去拍照 是一个一般的医学中心来讲 每一年呢拍照有几千万张的影像是很正常的 几千万张 对 那你说人判读一张要判读一分钟好了 是 就不知道对这个太可怕 对 可是电脑读多快 好电脑在判断的过程当中呢 由于电脑现在技术的速度已经很快 对 一旦我们把它训练成够聪明的话呢 他在判读像这样子以这个新冠肺炎的话 大概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就可以清楚的判别出来了 就可以知道 就直接说当大家过了 这个当大家没事这样子 对 那他除了判读肺炎之外呢 还可以判读肺炎 好 其实事实上除了肺炎可以判读肺部的这样子的发炎的区块之外呢 其实现在的智慧医疗上面呢 已经让训练人工智慧的模型呢 在判断像是例如脑部的出血 脑部出血 或者是呢 我们的胸腔的其他的部位的感染 感染 或者是呢 可以判断出像我们都知道骨折啊 这些过去 就是很自然的 这个最常见到的 那 AI在 在医学影像上的应用呢 其实还可以判别更多的 像我们常听过的CT影像啊 MRI的影像啊 都可以嘛 同理可证嘛 对 都可以用 也就是过去我们造东西 把一个人拿去造一造 都可以透过AI来做初步的这个这个了解嘛 是 像是很多的医生在过去的在判断这样的影像的时候 必须要累积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 他的经验才够判断出他不会误判 那AI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把资深的医师这样的经验呢 一直累下来 累积下来 然后交电脑 让电脑可以快速 非常好 来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发育节影响事件 我们今天和陈大医院的资讯长来聊到AI 未来对人类的医疗有什么革命性的展示 现在其实这场革命已经翻天覆地在进行了 你看医生判读这个X光片可能要花个这个几十秒钟 一直这样看 对不对 仔细看AI的机器人一秒不到解决了 对不对 在医院里面我们有很多检验的报告 这些检验报告经过统计学大量的分析之后 可以到云端去做分析之后 对医生来讲可以帮助医生很快的就辨别 你叫一个医生 记这么多数字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他可以很迅速知道这个到底未来是怎么样 而且人工智慧一个机器人 一个机器医生 他其实可以帮助正常的医生 免掉他许多不必要的错误 这个蒋教授请问一下 一个医生现在目前陈大医院 一个医生每天要面对这么多的病人 他其实是很难去把这个时间的这个花在病人太多 因为被分割掉对不对 就算医生 其实医生这个行业我是觉得我一点都不羡慕 因为他每天过劳过劳过劳 好的医生被人家对不对 医生真的去挂号真的没限制的 是不是 医院内其实事实上一般的病患都希望医生能多跟他聊聊 对 多关系一下病人 对 更有人性更有温度 这是比较好的医疗行为 那由于过往就是在医生他有忙碌非常多的地方去 这个要记录那个要记录 然后所以呢过去呢 常常医生和病患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花掉比较多的时间是医生去了解病患的过去的这些病史 其实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时间 那我们就一直在觉得AI可以协助一件事情 就是举个例子来说 像今天这个有一个这个老先生到病患到看嘉医科的医师的时候呢 那嘉医科的医师可能说 哎阿公啊你最近的血压好像很高哦 但是呢像这样的现象呢 医师并不知道背后的背景 所以他得要问 问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AI就是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身上带的这个穿戴式的装置 就可以把阿公昨天晚上他睡眠的情形都记录下来 他有没有每半个小时都去厕所上一只厕所 所以昨晚根本没睡好 所以呢当这些数据都记录好的时候呢 其实呢医生在面对病患的时候 他就从这个数据马上知道 他可能是昨晚凭尿 所以问话就不一样了 阿公你昨晚起来尿尿六次 所以你今天早上血压比较高了 对不对 不然你问阿公说 你为什么血压比较高 哦我没有 我跟我老婆吵架 他可能讲这个 对不对 他以为的 他怎么会讲说我昨天晚上起来尿尿六次 对对对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穿戴式装置呢 其实就不少痕迹的把其实平常生活上的习惯 或者是生活上的这些生理数据呢 都记录在医师的荧幕前面了 所以我们在想象中 智慧医疗未来的愿景当中呢 有一个很可能的现象 就是说其实病患跟医师之间呢 过往要花了很多时间才能够弄清楚的事情 现在这个数据都已经在眼前了 教授我请问你先生 我那天碰到一个朋友 他跟我讲说 我给你看一个 这是最新的一个科技 他就拿出一个小方块 那小方块大概就名片大 再大一点的东西 一块 那比明两倍名片大的东西 然后他就把它开开了以后 就把它放在他的胸口 那这个因为上面这个金属的 这个名片这个大小的东西 它上面有sensor 他就放在胸口之后 那个胸口呢就会 那个sensor就开始侦测 他身体的状况 对心率变异HRV 对对对一些东西 然后变得大概一分钟以后 好了 他都那个侦测完了 侦测完之后 他就在他手机里面的app里面 就形成了一个体检报告 然后很厉害 然后再过了没有大概三分钟 两分钟三分钟 手机就传来一个简讯 就是微信 这大陆的嘛 就微信就传来了 你今天的状况是怎样 云端立刻就有人告诉你 对对 他后端的像这样的照护的团队呢 就可以随时去监测 去了解到像他的会员 或者是这个被照护者 他的一天的生活 生活习惯 甚至于说他的生理数据的状态 什么时候要去提醒 比如说什么时候去提醒他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做什么样的活动 要做少一点 像诸如此类的话 其实就可以对于照护 就变成不是只有他去就诊的时候 可以得知 而是随时随地的可以照护到 而且可以透过这个方法 可以收集到大量的 所有人的健康的资讯 什么年纪的人做了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东西 对不对 这个对医生来讲是 在医疗的进步上 用药这些相关的发展 都会产生革命性的发展 是我们可以想见到 其实过往医生跟病患之间 虽然他是有很短暂的 那么几分钟的谈 可是他的许多的资讯呢 其实是必须要透过访谈才知道的 那当现在目前我们可以想见到 各种各样的生理数据 都已经从病患的身上 都可以随时的传到云端 或者传到特定的地点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病患和医生之间 他们在那短暂的几分钟的聊天的时间 其实呢 已经医师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病患在过去的一段生活上面 这个我们了解了 就是好像那个两个人要见面之前 他们已经透过系统 对不对 鼻子之间都已经传达非常 就是见了面只是 见了面其实是哈拉一下 是没错 医生好久不见 对好久不见 我知道你状况 我也了解你状况 我也知道你了解我的状况 好那是这样 所以说医师跟病患 就可以把那短暂的那样子的访谈 就变成说去关心他 关心他聊聊天 甚至于生活上话家常 这样子病患也会觉得 他的照护是比较有 偶尔来看看医生就好 对对对 对不对 其实偶尔来看 因为平常的资讯都透过了整个的 好像很多企业都想建立这种大健康网 很多企业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理想世界 这个我们今天和陈大医院的资讯长 蒋荣仙蒋教授来聊到他在陈大教了 AI教了20年 20年 对20年 很好 我们最喜欢碰到教授教AI的 我都问他一句话 人类有一天会被机器人控制 这是好问题 对对 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 每一个都会问你吗 对对 其实人工智慧和人类智慧 其实是互相静和的 静和的 对其实在未来很多人都说人工智慧 到底就是所谓的AI 到底会不会跟对人类造成威胁 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们彼此的角色是互相静和的 是 想想想看 一个律师 一个法律序的学生要念了很多年 做了很多年律师熟读很多的条文 一个护理师 要念了很多年的护理 然后再熟读很多很多的医学知识 对不对 记得很多东西 可是对一个AI的机器人来讲 他学会了 他就很快的可以把所有人的智慧 混在一起 凝结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做跟人类做静和 对不对 帮助人类 不用再去为了那些条文 或者某一些东西 可以让他多出很多的时间 可以跟病人之间 用另外的方式来进行 因为很多工作交给机器人去做了 听起来好像是这样 我们可以想见得到 像在平常日常生活的当中 发现到机器人 已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了 扫地机器人 理财机器人 或者各式各样 在我们周遭的看到这些机器人 然而在医疗的场域上面 由于医疗本身的专业度很充足 就是我们所谓的白色巨塔 那个塔很深 所以专业度很充足 其实整体上面来讲起来的话 AI在医疗上面 他要发挥的场域 是慢慢监禁式的 他不容易一下子就取代 医师的专业 那医师的专业很充足的话 所以人工智慧的方式 就是逐渐的辅助医师 去做过往 要耗力大量人力的收集资料 帮他忙 是个小帮手 对 都是现在先帮你忙 过两天就取代你 不过那天如果真的来临的时候 我觉得也未成不可以接受 因为比如说 中医用把脉 望文问切 西医用X光 X光发明以后 后来发明了什么CTMRI 更精细的去了解了 人的运转的状态 对 对医生来讲 这不是他的辅助工具吗 对 没有错 确实 AI也可以变成辅助工具 对啊 所以你看我们像来讲的说 我们每个人都最近很流行的 这些人流行的所谓的基因图谱 那我们的基因 生下来之后 其实带了父母亲的基因 来到这个世界上 然后我们的基因会改变 我们身体的各种不同的现象 影响各种不同的 两万多个基因的组合 产生了不同人的变异 对不对 所以现在有很多基因公司 想要去解密 对不对 透过人工智慧的方法去了解 哪一种人有什么基因 哪一种有什么基因 他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活的变异 身体的问题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 我请教你一件事 我如果让台湾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国家 出生小孩都去做基因检测 我们先不管法律问题 也不管个资法 伦理问题 先不管伦理问题好不好 小孩子生下来不是都要体检吗 对不对 都要验血吗 如果基因跟验血是一样的 我要知道你是什么血型 我不要输血输错了 我如果一生下来 就让你验出你的基因 直接进去验 我就知道有些病 你会这一生当中 你会可能你是一个耗发者 对不对 某种癌症某种什么东西 对不对 甚至我看到你有什么基因缺损 或者你跟某一个基因缺损 不能结婚 然后有个药 对你这个基因缺损的人 会产生某一种不必要的病症 听起来不是很好吗 是在预防医学的角度上面 是挺有趣的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的医疗科技 已经可以真正的从一个人 从婴儿时期开始 出生那天 就可以可以知道 就知道了 你这一生所带有的基因 可能在先天上面的条件是如何 当然我们也知道 其实人的环境 还有后天上面所做的影响 那现在各个国的法律 还有在有关于伦理上面 这样的专家 都认为这件事情是 其其以为不可 他们的原因就认为说 现况上面 一旦当一旦这样的资讯 开始去被人类收集 以及开始累积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话 人类之间就完全没有秘密可言了 这是其中一个 秘密 也就是人类就没有任何的隐私可言了 不是啊 那星座老师会失业了 对不对 算命老师就挂了 对不对 消失了 对 所以有人用基因来算命 这是没有错的 就是他可以预测到 某些人的先天性 他的肌肉特别的发达 适合当运动员 有些人他先听 对于语文的理解能力 确实是比较好的 像这个都是逐渐被人家揭露 在基因上面可能性 那然而刚才我们提到那样子的 就是说当对全人类都开始去做彻底的 的这样子的一个基因的这个检测 他就像肺炎普筛一样道理 对 那就好像就好像说在未来的世界里面 全世界的每一个地点 每一个角落都有一台这个摄影机 他可以看到所有的人类的 这种行为当中的任何的秘密 那当然这也并不是说 现在不就这样了吗 你打LINE跟人家讲讲话看看 你就不要出事 你打微信看看 你一定用LINE用微信 没有错 二选一你一定有一个 对就是说现在 对不对 你上脸书 肉搜的能力是很强的 现在不就已经在干这件事了吗 对 然而现在终究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当你最清楚的 这个所谓的人的 所有的基因的序列 当一旦是揭露出来 全部每一个人都揭露出来的话 这时候 他其实在人跟人之间 就没有任何的秘密可言了 所以医师当然并不是他就失业了 而是说会有越来越多人 开始去从当中去思考到 有可能我就会知道 什么样的人 他的弱点 或者他的缺点在什么地方 那专门针对这样子 这个有得辩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 范瑞姐的异小事件 我们跟蒋荣仙教授 他来自于成大资讯 成大医院的资讯长 我们来聊到 你看 我们现在人都有基因 基因如果被 从小就被普筛出来 我们就可以了解 这个人生命中 会出现哪一些状况 这就好比我们做健康检查 我们不是都很喜欢 去做健康检查 想了解我未来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 保险业者喜欢健康检查 了解你这个人到底 是不是个赔钱货 对不对 会不会让我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所以基因普查跟 对我来讲 就好像健康普查是一样 就好像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现在都在做了 是不是 都在做这件事了 然后健保卡 我们是不是都进健保 健保卡是不是记录了 我们生命中很多的 少部分的资讯 还没有全部 当然 但是他可以 对 看他要记多少而已 未来是可能 你现在只是道德的屏障而已 还不是技术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上面可以记录很多东西 包括这人的用药 这人的检查 他的生理数据 他的每一个实际的状况 通通可以记在这里面去 人类还 你还 对不对 讲教授 我们还谈什么隐私权 你告诉我 对 所以除了刚刚前面提到说 人跟人之间将没有隐私之外 没有什么隐私之外 其实更大的一个可能性 也就是说 一旦当我们所有的人 都以基因的当做一个前提 来去判别人跟人之间的 比如说他的智商 他的身体的表现 运动的能力等等 如果都用这样子来判别的话 未来其实就会发现了 一个社会上面 人跟人 先天的歧视跟不平等存在的 比方说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认为他适合当卡车司机 什么样的人 我们认为他适合当律师 可是现在也有性向测验的 小孩子是搞什么皮文 你知道吗 你有听过吧 有 对不对 妈家长都会想 你想不想吃你孩子的性向 你不要浪费钱 他明明就不是一个音乐 音乐家的料 那你就那家的一直学钢琴 浪费钱弄死他 弄得大家亲子关系很紧绷 卖钱 这都可以卖钱 对 有些很多人有这样的认为 说未来的商机 恐怕是连把基因拿出来 端上台面来当做去 可以去当做某些商业行为的 一个解释的基础了 然后我们也知道 其实人除了先天的基因之外 其实人的后天的努力 后天的环境 其实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那这些后天的环境 会由于人在社会当中的行为 跟学习上面会改变 有啦 这就是我 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是 我一直在跟你 好像站在你对立的观点来讲 其实不是的 你会看到印度有分 现在还有分阶级 总性阶级制 对不对 在最低层的下层那些 要爬上的是男子 基因的一个普筛之后 就会造成类似像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他可能会放在基因缺损的那群人 就很懂被打入到这个社会的底层去 或者是说 永世不得翻身 对啊 就说某些人就是精英族群之类的 对不对 有些人记忆很强大 那就我就跟你通婚 对不对 基因跟基因好的人通婚 是不是 那相亲的时候 把你的基因卡拿出来 你是什么标 哦 你红标 红标在跟红标的人见面 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其实有一些科幻电影上面 叙述这样的情节 就是当有那么一天 人类的所有的基因 都被揭露成透明的 这样的资讯载体的话 到时候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会变成更冷酷 同时更没有人性 那是很可惜 现在婚前也强调要做健康检查 那是针对现在我们所谓的预防医学 能够针对一些 我觉得那是差不多的事情 然后就整路来看 对 这是有趣的想法 对 就是说像现在预防医学的角度 其实在医疗界 一直很希望能够把一些过去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 然后透过基因的疗法去加以去解决 基因修补 基因修补或者是癌症的某些治疗方式 其实都可以指向说 其实已经扮演重要的角度 现在已经证实了很多癌症来自于基因的问题 已经被证实了 对 对不对 对所以说未来其实实际上可以想象很大的 对你想想看如果说有一个 有一个人他出生的时候就知道 他这一辈子可能会被某种癌症侵袭 那国家的医疗体系 健保制度保险制度 就可以花比较集中火力的资源 对他做预防 这个某一个程度来讲 一把刀你看你怎么用而已 对所以说正对正向的是不是这样的地方 就是说对于其实先天性受有这种 带有先天性基因缺陷的患者来讲 对他们来讲是可是福音了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怕不晓得什么样的人会把这样的技术 掌握在手上 他会去做一些更可怕 所以现在就是用法律把技术部分给框住了 对不对 对没错 人类还是属于道德这个道德规范 高于技术规范的这个 就像复制人嘛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对没有错 是不是 我这样想说 那个有人要等心脏 刘真要等心脏 谁要等肺 谁要等器官 那如果我们可以容许复制人的这个法律 器官农场 器官农场 器官商店 器官银行 我可以复制我的一整套器官 放在银行里啊 是不是 那未来就变成他的先天的不平等 就是富有的人他才能够接受这个治疗 现在就本来先天就不平等嘛 不是富有的人才能去打干细胞吗 富有的人才能够进这样一些高级的这些医院里面吗 不是吗 如果讲这个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个完全是一个道德的议题了 好 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 谢谢蒋教授 他在台湾为台湾贡献了这个庞大的 这个青春岁月20年 都在这个做AI相关的这些贡献 特别是谢谢你在这次的疫情当中 运用这个AI智慧的方法判读X光片 谢谢 很快速的 而且我们希望台湾真的以目前来看 台湾未来要发生大规模的感染 其实是基本上是不太会发生了 以目前我们台湾的医疗水准来讲 自从SARS上次把大家训练好以后 所以任何事情都是危机及时转机 对 谢谢教授 谢谢主持人 谢谢 拜拜